我叫谢文 今年35岁 广西贵宁 现在是南京炮兵学院 指挥系射击教员室 下面开始 炮兵分队 射击指挥网络对抗局面 我的工作就是和一门的炮战 一行行数据打交道 它们是我研究的对象 也是我生命里最美妙的客户 上高原 下海岛 进大漠 我在环境恶劣的野外采集一手资料 也在奔波劳力中承受着巨大的身心考验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 我不甘于做一个简单的推随者 在三级讲台上 我希望做一个创新精神的明明者 生命不期 探索不止 在弹道里书写我的人生 我就是谢文 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地址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军旅人生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南京炮兵学院指挥系 射击教研室主任谢文 作为学院里的风云人物 他身上有很多的标签 学院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全军首家炮兵数据中心创立者 以及获得过近30项军队科技进步奖 然而他却说 自己身上最醒目的那枚标签 就是创新 我叫谢文 今年35岁 广西桂林人 现在是南京炮兵学院 指挥系射击教研室主任 19岁那年 我考入有着战胜摇篮之称的南京炮兵学院 从此便与炮兵射击结下了固解资源 2006年 我留校任教 成为了教学科研战线上的普通一兵 作为学院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我先后获得了近30项军队科技进步奖 在与炮弹相伴的岁月里 创新是我十中如一的信念 下面开始 炮兵分队四级指挥网络对抗训练 我的工作就是和一美美炮弹 一行行数据打招的 他们是我研究的对象 也是我生命里最美妙的客户 为了创立全军首家炮兵树的军心 我走出学院室 把研究的坐标建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间 上高原下海岛进大漠 我在环境恶劣的野外采集一手资料 也在奔波劳力中承受着巨大的身心考验 众人坎坷煎熬不断 但我对创新的热情却是越来越强烈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 我不甘于做一个简单的追随者 在三指讲台上 我希望做一个创新精神的营养者 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在弹道里书写我的人生 我就是谢文 布朗同志 2015届生长干部学员 实弹教练射击准备完毕 其指示 指挥性司令教育史主任 谢文 开始 谢文 这一天 南京炮兵学院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实弹教练射击 担任此次活动负责人的 是指挥系射击教研室主任谢文 高大严肃 不苟言笑 是谢文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然而谁又能想到 只要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谢文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好奇 大胆创新的大男孩了 1999年 19岁的谢文 考入南京炮兵学院 学习刘炮分队指挥专业 因为勤奋好学 谢文以学院第一的成绩 顺利保送本校读研 2006年 谢文留校进入学院指挥系 射击研究室担任教员 也随之进入到一片创新的卧土 因为我们教员室 它就叫全军的科教创新模范教员室 创新它实现也是单位的灵魂 所以到了教员室以后 就是说我们一进教员室 包括就这些老教授 主任 他都是要教导我们 搞科研 搞教学 都要创新 当时的谢文在经过几次大型演习活动 努力点后发现 火军在炮兵火力打击效果评估领域 缺乏科学理论支撑 这不仅造成炮弹资源的浪费 甚至会导致任务无法完成 谢文的创新之路由此才是了 他采用的评估算法 他没有摆脱我们原有的这种相当于框架 没有进行一个大胆的创新 他还是利用我们就相当于我们老的方法来进行改进和优化 所以对他的提升的空间 包括他的精度 他提高的效果不是很好 谢文元先知从事过炮兵软件开发工作 突然进入到炮兵火力打击效果评估 这一陌生的研究领域 这意味着一切将从零开始 所有相关的专业书籍 不管看懂看不懂的 谢文都要硬着头皮去啃 研究最紧张的时候 谢文每天要盯着电脑屏幕长达十七八个小时 从早上起来以后到晚上 那么基本上都盯着电脑进行编程 有时候眼睛都睁不开 冒血丝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视力的下降也比较快 三个月后 原本视力正常的细纹戴上了四百度的眼睛 他也用自己研制出的方法 进行了数据对照验证 然而 让他难以忍受的是 计算误差竟然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一时间他和整个团队的信心被极大的挫杀 所以我当时就开始怀疑 就是我这个创新的点 包括我建立的这一套方法 应该说一套新的方法 到底有没有用 管不管用 这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相当于那几天应该一直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一直在给自己在问自己 建立的方法有问题没有 到底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创新 谢文通过系统分析 发现了问题的症结 在于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可靠性 也就是从那时起 谢文走出了实验室 不管全军哪支部队有时代射击 谢文都要前往现场 采集一手数据 特别是像在高原高航和这些地区 因为它的地质条件 应该都是比较恶劣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进行采集数据 那么突发了离石流 突发了离石流 那么我们记得当时的话 离石流就在我们的跟前 应该非常危险 还碰到一次坍塌 所以就是自己的这个生命 有时都受到一定的危险 这套设备下大概下来了以后 将近有30公斤 那么有时候我们是单个进行作业 那么一个人就要将所有的装备 都要一个人来进行背护 炮兵实弹射击都在野外举行 条件极其艰苦 交通十分不便 谢文为此保偿了万水千山走遍的辛苦 大多数时间里 它背着30公斤重的设备 前往戈壁 大漠 高原 高寒地区等地 一点点采集气象 水闻 炸点 落点位置等数据 饮食保障 那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我们 比如说 好几天 或者说 一两个星期 那么我们都是吃饼干 那么水的保障 那么也很有限 那么多喝的是凉水 所以呢 在采集的数据过程中 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放了这个 比较严重的肠胃炎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谢文依然保持着高涨的热情 有一次 他在采集过程中 突发急性尿结石 手术结束当天 他又主动要求返回了靶场 就是我内心觉得 这个数据太重要了 比我的 就是比我自己更重要 所以我义无反顾的 我要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数据要采回来 否则的话 如果错过这只肌 机会以后呢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再能够采到这个数据 这是我原汁开发的一个 有关火力毁伤 评估的一个系统 那么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啊 我们的炮兵指挥员 在作战之前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对于部标到底打得怎么样 从2007年到2014年 谢文带领他的团队 在野外采集了40多万条炮兵装备运用数据 历经上万次的检验修改完善 终于将炮兵火力打击效果评估计算方法的准确性提高到95% 先后有十余项相关成果 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 他在南京炮兵学院创立的全军首家炮兵数据中心 也为我国炮兵信息化建设 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不拘一格的他 如何将军事游戏和传统教学进行完美结合 大胆创新的他 为何在系统的细节上反复打磨 追求极致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谢文将创新进行到底 谢文说作为一名教员 他有一个信条 那就是交而不言则浅 言而不交则空 在科研上积极进取的他 在教学上也力图大胆创新 谢文常常把自己研发的一些创新成果 带到课堂上去 不仅使学员拓宽了视野 还把创新的精神传递给了大家 喜欢玩军事游戏的观众想必会对这一幕感到似曾相识 然而这实际上是一次课堂上的炮兵分队射击指挥网络对抗训练 而这一系统的研发则是源于谢文而军事游戏的爱好 我平时打游戏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到就是说在游戏的过程中啊 实际上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你都要进行了处理 那么这个游戏啊实际上跟我们真正的进行训练 包括我们的作战那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把我们游戏的这套搬到我们教学里面 让我们的学员也通过各种情况升联进去 也来个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 这样的学习的效果肯定比我们通过以前的那种说教师肯定好多了 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谢文立即投入到研发当中 然而创新的艰难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研制的过程非常艰难 因为游戏呢 它是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大的一个商业公司 它都是几十几十人三千人来开发这样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本身要承担大力的教学任务 而且人员各方面应该都不够 选择了创新 就是选择了一条充满经济的道路 为了研制这个系统 它只好四处调研寻找合作方 仅为了一个初始的界面 它就跟合作方洽谈了二十多次 由于我们这个合作方 也就是我们的厂家 它有南京的也有北京的 设计了多个单位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 应该说不是很方便 特别是到北京这一块 那么那一段时间应该高铁还没有通 有时的话一个来回就要跑一到两天 所以说要沟通这么多次数 应该发的时间精力都比较大 谢文为了既兼顾军事训练 又让学员玩起来开心 在研发过程中 还多次组织学员进行测试和体验 每个小的问题 让它操作了感觉 这个感觉怎么样 真不真实 这不是真实 然后每一个角色都能不能够体现得很细致 这个就是确实也就在 学员操作我们反复的推 谢文就带着这边反复的推 反复的修改 我记得我们大概是请了将近四十批次 也就是将近六百多个学员 而恍惚地来运用这条系统 那么形成的意见呢 是达到了将近五千多条 那么这五千多条意见呢 我们项目组啊 每一条意见啊 我们都是逐一地来分析 逐一地来分析 那么看对我们这个 每一条意见对我们这个系统啊 有没有这个它的价值 在系统研制过程中 谢文还要负责解决 各组件间的通讯问题 然而就在游戏公关的最后阶段 却突然出现了各组件 无法互相连接的状况 一时间所有压力都压到了谢文的肩上 那一段时间应该说是压力很大 因为所有的时间节点啊 最后都指上我这边了 也就是所有的其他各个块 因为因为他那边都可以 进行单打独斗 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一块 但到了我这块以后呢 他必须各个系统都要各个单元 系统的各个单元 他都要用到 为了解决各组件间的通讯问题 系文卯足劲 跑在实验室里 每天十几个小时 对着电脑 在一个个代码 一粒粒数据之间传缩 我记得当时在编代码的过程中 我的这个手啊都已经起简了 就是为了敲键盘 因为工作量确实比较大 眼睛呢也比较疼 也睁不开 下面开始 炮兵分队 自己主席网络对抗训练 我的左侧是红方 右侧是狼方 开始训练 最终历时两年 系文将模拟战场环境的炮兵分队 交互式综合对抗训练系统 应用到自己的课堂上 感觉比较新奇 而且比较感兴趣 因为它是一种 就是带有一些游戏的一些性质 玩乐军 像我们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玩游戏 玩乐之后通过这个方式 也能比较好的 就是去理解这个系统 感觉里面的人物 就好像有自己一样 感觉打起来就是 那个打的时候的思维 的思维完全就是在 这个软件中反映出来了 比真正的一味的 这种在课堂上 这个教书本 或者是这个一味的说教 我感觉很 感觉这个作用更大 效果更好 这些呢是我这个近十年来的 部分创新研究成果 这些创新研究成果 对于我来讲来说 它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 研究成果 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就是说 充满灵性的一个小物品 或者说一个小成果 比如说我第一个研究成果 这是发了将近两年时间 研究开发的一个炮兵设计指挥仪 无论在科研战线 还是教学战线上 谢文始终保持着 大胆创新的热情 他的这种创新的精神 也感染着身边的所有人 你像他基本上应该是表现两方面 一个人就是在录制一个课题 或者以前给我做课题的时候 录制认为他能创新性的完成 走出自己的路子 另外呢 现在慢慢的就是他自己有很多想法 他能自己提出课题 提出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提出问题 比解决问题更难 如今凭着一份对创新的执着 谢文的科研成果 有二十八项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奖 其中二等奖以上十项 他也成为学院里最受欢迎的教员之一 在采访中谢文反复强调一句话 创新需要灵感 需要勇气和智慧 更需要一份永不放弃的坚持 我们也祝愿谢文 能够在今后的创新之路上 走得更加踏实而坚定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夫妻哨所 去认识一位在那里 坚守了五年的老兵魏学兵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个地处荒郊野外的哨所 他带着妻子和女儿 如何坚守了五年 每天寻线十公里 维护设备 监听信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又如何保证通信畅通 这是一个夫妻哨所 这是一个三口指甲 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家长里短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魏学兵 我的哨所 我的家 再见 感谢观看